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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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輪好像爆胎 趕快牽去機車行給老闆看一下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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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釘子類的 補太條一定是進得去 那前提也是要看輪胎的好壞啦 你要是這一個叫魔號塊 跟胎面貫通來說的話 就是代表你的輪胎是改換的程度 最主要是看旁邊 魔號標誌來說的話 這裡都會有一個箭頭 三角形的這個箭頭 它比的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魔號塊的顯示 做輪胎是否與更換的判斷來說的話 就是看這一個 你像這一條已經磨到它的警戒線都沒了 那當然就是建議客人直接把它換掉 你也不需要再去做補胎的動作 因為你繼續再補 說實在的話它補胎條 沾黏的那個厚度也會比較差 而且現在政府法規規定 磨到這個程度 就是一定得做更換 要不然監理機關是會做開發的動作 輪胎分的種類來說的話 其實房間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 琴胎 雨胎 或者是這種就是偏向琴雨胎 那這個是三大種類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話就是叫 道路 就是通勤用的輪胎 這種花紋比較偏稀少來說的話 就是所謂的琴天胎 它接觸路面面積 會比雨胎還要來得多 那麼雨胎來說的話 其實顧名思義它們就是做排水源多了一點 會去做排水性 那琴雨胎來說的話就介於這兩個的中間值這樣 要依挑花紋來說的話 琴胎雨胎相信從胎紋這邊分 就是可以直接分辨的出來這樣 它的區別點在於它採用的膠質的不一樣 那麼熱龍胎的膠質來說的話 它的那個熱胎速度比較快 黏性比較充足 可是相對的磨耗一定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還有所謂的半熱龍系列來說的話 就是要改善熱龍胎 磨耗速度太快的問題來做解決 可是它的熱車速度就會相對又比較差一點點 那麼外面房間還有一種叫 複合胎材質來說的話 它做的 中間它是做比較耐用型的 那側邊就是比較偏向熱龍胎的膠質 讓你可以到達你中間磨耗很慢 可是側邊又有一定的抓地力 比較要激烈操駕啊 或者是有在騎山路來說的話 它們挑用的輪胎都比較偏向熱龍胎 你像譬如說像一般通勤族來說的話 它當然要求它的輪胎的使用壽命上 需要長一點 花費才會少一點 換句話說抓地力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可是耐磨性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喜歡出遊啊上山啊去山區這裡 這一類騎車人 都會比較推薦它使用熱龍系列或搬熱龍系列 因為才會有足夠的抓地力 避免過彎的時候 那個輪值的抓地力不足 而去影響到有騎乘的安全 首先輪胎上面的這一個 這裡有打產地的名稱 Made in Taiwan 這就是台製的 那緊接著再往下看 這裡有所謂的組裝方向 就是輪胎的滾動方向的那個分別 像這一條輪胎它是單方向來說的話 你組裝就是一定要朝著 輪子滾動的方向做組裝 這裡會有四個號碼 這個號碼相信就是很多人很好奇的 這個叫輪胎的生產日期 後面這兩個19代表的是年份 前面這兩個數字19代表的是週期 換句話說它就是 2019年的第19週生產出來的輪胎 這裡有打一個C922 這就代表這一個廠牌的輪胎 它的型號是什麼 旁邊有所謂的這一排數字 這個就叫規格表 130代表的是胎面的寬度 用mini下去做計算 那麼70的部分 代表就是輪胎的厚度 12來說的話代表是輪胎的尺寸 這個就叫12吋輪胎 那麼輪胎上面有51跟L 它分別代表的是所謂的載重 或者是L部分來說的話代表的是所謂的 它可以承受的最高時速的意思 最大速度120kmh 就是你時速來說的話 它能承受到120kmh 那麼再往上當然就是比較不建議了 底下還有一個32PSI 這個基本上是 冷胎時建議打的磅數 胎壓的意思 基本上輪胎有它自己的建議售價在 當然也是要考量到所謂的拆裝的難易度 你如果車上有比較複雜性的裝置 例如後碟版本 或者是ABS 拆裝的工資 相對就會往上再多拉一點點 那前後輪的分別當然也是有 也是有相關所謂的拆裝的難易度 其實大多數坊間的行情都落價在400-800這個不等 那相對的如果是大型重機的話 它的價位還會再往上再拉高一點點 OK 我講的就是普通所謂的速克拉部分這樣 好 謝謝 對